而如何打击越来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 高雄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成立了毒品防治局一级单位 不过组织编列的预算只有8000万 这么少的预算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市议员郑光峰希望能够加强跨单位的联系 尤其是首长的专业能力要更加强重视 才能有效领导团队 高雄市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毒品防治局 希望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让市民免于毒品危害 不过这么重要的一级单位 却只编列了8000多万的预算 能有多少人力和能做多少事 引起市议员郑光峰的注意 希望未来各单位能透过更有效的联系 发挥遏止毒品危害社会的功能 如果说按预算 其实是真的 我们毒品防治局真的是杯水车薪 8000万需要很多的空间 局处里面到底这五个单位 怎么样去整合 怎么样不要变成跌床驾屋 毒品患难的这么严重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专责的局处 我这个局长足以来跟 我们原本各局处的功能之间 沟通协调 让黄毒的这个一个效力效应更好 郑光峰对于市府打击 毒品成立专责单位的用心 表示支持与肯定 不过他也提醒市府 对于首长的选择要更用心 包括专业能力和执行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跨单位沟通 以及和民间共同合作 防治毒品的流窜 我们乐见我们高雄市政府 成立毒品防治局 然后把改善所有我们这个校园的环境 那让我们很多的这些好奇的人 不会吸毒 这个局长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要跟警察局 有具备司法的局处 来做一个沟通协调 所以我们乐见未来这个局长 能够承担 市长传局表示 现今毒品严重泛滥 并且食品化 制造成咖啡巧克力等包装 让不知情的人务实 而陷入毒品危机 因此有必要成立专责局处 加强和原有局处的功能协调 让防治毒品的成效能更好 港独新闻李正道 黄澜君采访报道